姚恩志民调最低5% 吕秀琳说 因为民进党有人在庭科匹 以姚恩志个人的条件 不应该民调低了怎样 前副总统吕秀琳 日前宣布不参选台北市长了 还邀请学者探讨北市选情 姚恩志民调都只有个位数 最低只有5% 我去姚恩志澳区了 历年以来最差的基本盘是百分之三十几 我最近特别注意到一些基层的党员 为什么都热情都靠过去 我觉得有人在出卖民进党 我为这局要负责 这样的结果 谁要去承担这个历史重任 与舍连批克批的成就 是蔡英文养护为患的后果 若未来克批在2020挑战总统大位 蔡英文应该要负最大责任 四年前 他们没有来由的要礼仗科批 当然是基于私人的利益考量 那么这一次呢 我同样认为也是基于同样的私利考量 假如我在坚持要选两败俱伤 那民进党分好不好责任都推给我 当选队会决定要 姚文养选的时候 我已经充分了解 他们的用意 新闻中心 台北报导